王朝君那年久沒人做 想說這齣好戲 不可以全地讓他回家 我們在音樂素材的選用 我們除了漢朝的部分 選用了曲《陽關三疊》 來作為全劇的一個唱腔的鋪墊 一個主題的呈現 就是包含了這個主題樂的融入 那在鼓服的部分 其實融合了許多的名歌 首先我們保留了傳統的歌在戲曲調 但是我們使用了讀唱 重唱合唱等等 就是他好像聽起來 不是這麼的傳統 郭鎮宇老師的一個 現代作曲的一個配器方式 那聽起來的感覺 其實應該就會更額目一新 拍手就是快辦 一句歌聽很多人這樣來唱 你若是沒有練到很熟 會去搭檢 然後歌詩就有的名字 人家就聽不懂 心編的歌來說 原來比較有那個頑竅 在那個廣關 婦人甘要放下下來 甚至是在那裡 婦人甘要唱歌 這個頑愛 相當有練過有幸福 要跟他說 裡面會卡丁 最難唱的就是靠鎚子 平常靠鎚子都是 男人甘要唱的 我們這次裡 就有男人在唱的 郭鎮宇 跳樓兩天之後 但有兩天靠 就用靠著來唱 這個劇本 其實是我第一次 倒不是自己寫的劇本 所以我也是 真的非常誠狂誠狂 那一方面呢 也希望能夠圓 廖老師的一個夢 把這齣戲呢 搬到當代的舞台上 在內臺時期的歌詩戲呢 演出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的機關部級 那在這一次的演出當中呢 我們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考慮之後呢 我們決定呢 採取一個比較戲劇名學的 這種協議的風格 這個戲呢 在內臺的時候也十天 那麼而且呢 他其實除了老師講到 就是大家熟悉的這個 趙君們故事以外 我看老兵呢 他跟我趙君的妹妹 再趙君出來 所以他其實裡面 有很多的包括一些 我們這次沒有看到 就是請大家到劇場來看的 比如說大橋宋別啦 在丁宮裡面唱五金啦 然後或者是 剛後來譬如說火燒夜門關 那麼他要演時間 所以他一直演到 包括 只要周君的妹妹初始 而且趙君妹妹是賽趙君 他武功很好 得到九天旋雨 受給他很多本領 所以那個時候廖老師 他是演賽趙君 這一次的表演 我不敢說跟他們打到一百分 因為自己黑的超錯 我最久還跟他們打到九十分 看他們拍過這樣 我很放心 我感覺 我看觀眾看絕對會有懷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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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